当然啦 均好不要追 因为大家每次都是 一定要看到涨的时候去买 然后套座的时候才要在赖上问我 老师啊 我买到什么什么股票啊 那还有的旧吗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 我给你也是真实绩效啊 但你千万不要等到涨上去的时候再追啊 欢迎收看财新高照与你同行 台北股市呢 今天反弹延续昨天开低走高的反弹气势 很多人惊魂否定 因为礼拜一跌了420几点 各位先想想看 大盘在上个星期五 在上个星期五 你可以看得到 在这里 有谁能够预料到说 礼拜一会出现一个500点的一个震荡下跌 各位 我礼拜一的盘前 6月24号就已经预告 8点54分就预告 果然一路向下 跌了多少 400多点 我想高档的震荡在所难免 可是震荡拉回你是要找买点 重点是买什么 是不是 8点54分的时候 我讲台股在2万3以上 挥达空头部位大增 台积电空头部位大增 而且逼近千元了 你从任何角度上面来看的话 指数都会出现一个快速拉回震荡 洗盘 可是你重点是不能追在那个地方 把你的资金all in在这里 否则跌下来你没有钱可以买 第二个 你要买什么 我讲台积电大涨 你都赚不到钱 那台积电大跌 肯定很多人会赔钱 所以我精准的预告 指数会出现500点的一个震荡下跌 礼拜一就印证了 对不对 其实今天反弹 你来看今天反弹 我跟你讲 现在很多空头的就在开恐吓 哎呀 这个地方啊 均线下弯啊 准备做头啊 我跟大家讲三个理由 第一个 我先讲结论 23406 不会是历史高点 而且最快7月份就给你上去突破23406 改写历史新高 理由三大 第一个 不管台股美股资金动能不缺 政府很简单嘛 敢房入股 我们不要讲打房 政府打死都不会讲说他打房 因为他要选票 他说打草房 那我们不要讲那么多 就是把房舍资金赶到股市当中去 叫赶房入股 这样讲最主要原因在哪里 因为新政府赖清德新政府上来 不要讲新官啦 新总统上任 你说他不会想要好好表现 那你这个新政策一波一波推下来 你如果房地产还在这个地方涨 我跟各位讲 那股市的资金动能就少很多了 所以资金动能不缺 越来越多 而且新政府的政策推出了越来越急 所以 这个没有什么道理看空的 第二个 回答台积电ADR 还是看多 还是看多 台积电ADR 市值上兆美元 这个东西不变 不变 7月份 鸿海的田席 币田 除席币田 这些都有助于台股在7月份 去再去改写23406历史新高 好 重点来了 老师 我要买什么 有时候跟大家讲 报纸其实虽然我跟各位讲 有时候你要反着看 可是你的格局要大 COAS 航报台积电涨价在急 台积电肯定涨价嘛 回答都支持他说台积电支持台积电涨价嘛 先进制程 可是先进制程不是人人都吃得到啊 今天报纸新闻 还有一个新闻嘛 台积电这个台积电你或是船到屏东去盖COAS先进封装厂 那这个学问大了 因为谁受惠 谁吃得到 谁吃不到 这是重点 那你要去找跟台积电好朋友嘛 所以台积电吃香他就喝辣嘛 台积电吃肉他就嘴边肉少不了嘛 好 所以我跟各位讲台积电ADR市值上兆美元 这已经几乎是铁定的事情我跟大家讲了 好 那接下来就是你要怎么买嘛 来 台积电好朋友 各位 我有没有跟你讲 军豪 5XXX 我当时跟各位讲有没有 我说低机期的 我说向上比价 我能不能跟各位讲嘛 什么3131的红数 涨到一千多块钱了 对不对 1395有没有 那天我讲嘛 1395 崩一个 其实还相对强啊 对不对 另外这张股票 我们顺便讲几张股票 那这张被分盘的6640 军华600多块 被分盘分到600多块钱 还有很多啊 对不对 这还有很多股票啊 好 那问题来了 股票为什么要分割 回答为什么一拆时 因为当你股价太高的时候呢 丧失了流动性 你的市值虽然往上跑 可是你没有办法兼顾流动性 所以回答一拆时 股价变十分之一 人人买得起 但人人买得起之后 股价才有新的买盘进来嘛 那高价股一般人不买了 新的买盘不来了 那低价人5443军豪 对不对 当然啦 均好不要追了 因为这个我常常跟各位讲 因为我们过去常跟各位讲一些股票 大家每次都是一定要看到涨的时候去买 上去去买 然后套做的时候才要在赖上问我 老师啊 我买到什么什么股票啊 那还有的旧吗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 我给你也是真实绩效啊 但你千万不要等到涨上去的时候再追啊 对不对 台积电供应链 5443军豪 先进封装 台积电好朋友嘛 股价在五六十块 整理完毕随时要上啊 那你就算今天涨停 76块钱我觉得OK啊 我早就跟大家讲了嘛 另外这档这档股票 官阳科1785 今天震荡压回啊 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官阳科第一个它是把财 第二个它是艺冷供应链 虽然它没有证实 可是它主力库存非常好 而且更重要一点 以前台钢集团入股 跟官阳科股权之争 买了那么多的股票 后来官阳科大股东 出手把它买回来 申据各位可以去查 申据代号我忘记了 花了五十块钱 把光光这个台钢集团股票吃下来 然后五十块钱吃下来 现在涨到七十 又有台积电跟辉达的利多加持 你认为它会涨到哪里去啊 各位 官阳科是台积电以前的好朋友啊 把财的供应商啊 现在又据说打入灰达冷却翼的供应链了 你认为股价涨到哪里 你不趁拉回买 你什么时候买各位 178个官阳科赶快买 不要只是每次涨的时候去追去追去追 各位啊 我讯心跟各位讲了多久 180涨到199 你们不相信 涨到270 老师我知道了 知道被分盘交易了 来 今天 对不起 太兴奋了 今天差一点又创新高268.5 但是对不起 他被分盘交易 他被分盘交易 所以 为什么我说我出一半 那你要问我 我跟大家讲 我出了一半了嘛 可是我成本在这里啊 我的成本区在这里啊 我的成本区在这里啊 各位 我的成本区在这个地方啊 你看差多少啊 我180 我就算190买的好了 各位 我就跟你讲 我算这一根跟你讲190就可以了 这根高点193啊 我的成本比这个还低 那你看 现在在哪里 我的成本比这个还低呢 现在在这里啊 你们老师哪个绩效比我好 我跟各位讲 讯心第二 一定要好好把握 真实绩效啊 各位 是不是 五度五关 讲五万 讯心KY 各位啊 我成本在这里 现在在这里 你看到没有 当然过去绩效啦 赚了我也放一半在口袋里面 另外一半继续赚啦 但你要的就是怎么样 从底部这个地方来做 像讯心这种股票嘛 所以我常跟大家讲 我说各位啊 好朋友 宇哥的line 赶快加入 赶快加入 订在这里 先抄下来啦 还是现在你有手机 就直接扫描 MEGA 588 小老鼠 MEGA 我发 588啦 赶快记下来 好康资讯不落高啊 对不对 这里面只有让你赚钱 只有让你赚钱 只有让你赚钱的 没有那种 543乱送资料的 没有 资料有什么用呢 我就真实操作给你讲嘛 我讯心又真实操作告诉你嘛 180几 涨到270几 涨快100块钱了 涨快100块钱了 各位 实权 现在怎么操作 想知道赶快来找我 实权想怎么做 手中有的 老师实权还有救吗 老师实权什么时候可以买 赶快来找我 佳能 33涨到63 老师佳能还能不能买 老师佳能我买在60块钱 还有没有救 老师佳能接下来该怎么操作 赶快来找我 能率 全部真实计较来 大涨三成 先赚三只赚停满 放在口袋里面 为什么 因为他持有佳能 28812张 后来增加到31000张 有没有 这个故事我都告诉大家了嘛 各位 所以你的操作 你的这个 这个选果逻辑 不是说 简简单单给你 我送你资料你来 你来你来 你拿那个资料 你赚不到钱的啦 还有一些 买一些奇奇怪怪小股票的 我跟大家讲 对不对 我才是最有资格 轻贷你赚钱的人啊 来 星通 有没有 LINE上6月20号 LINE给你讲 叫你赶快买 21是不是涨停 你跟上LINE 隔天是不是赚 是不是赚 但问题是呢 隔天一开盘一找 我说大盘 要跌500点 没力嘛 就把星通就出掉啦 有没有 各位啊 24号就跟你预估嘛 对不对 就跟你讲说大盘要中错嘛 当天 当天开盘前嘛 那我24号就没有 这是我25号的讯息嘛 昨天星通获利入带 今天立马中错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早上 星通要获利入带 我都预测大盘 要一个大闪崩 要一个大震荡 我还不卖 所以这才是操作 不是在打嘴炮 不是在那边随便乱送资料 或是自己清代 跟会员上面 自己清代 跟电视上涨天板股票不一样的 就直接告诉你有没有 20号的赖就跟你讲 21号涨停 24号逢高就出掉 赚得轻轻松松的 对不对 来自胜 有没有 来 看一下 今天的讯息 哈哈 没话说了吧 台积电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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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一档接一档 军豪今天 有没有涨停给你看 544号 军豪有没有涨停给你看 有没有涨停给你看 2467的自胜 有没有涨停给你看 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来 有没有 我都跟你讲 光阳科你准备 今天黑的赶快买 今天黑的赶快买 你听不见了 因为这个盘后节目了 好不好 我已经在这边跟你讲了 对不对 你明后天等着看光阳科 今天军豪涨停 明天光阳科 但是问题是说来 哈哈没话说了吧 2467自胜 直攻涨停板 当然这则讯息 前一则讯息 我是告诉我客户 我说自胜今天 整理完急攻 随时要涨停 接着就是要创新高 大家就跟着我赚钱 我讯息发出去 不到5分钟 直接亮灯 我就告诉我客户 说哈哈 对不对 前面那则讯息发太早了 还好啦 说不定我发出去 本人有人想卖的 看到我那时间赶快扣回来 对不对 抱住嘛 抱住就涨停板嘛 子宫涨停板 等创新高 我再带大家开心放口袋 这就要看清楚啊 等创新高之后啊 我站着卖 坐着卖 躺着卖 我都赚钱了 各位亲爱的台积电供应链 买台积电好朋友就对了 好不好 有任何问题 跟上我们的操作 那我也告诉大家 真实绩效讯星 五登奖 好不好 赶快加赖 来 MEGA588 讯星第二 随时发动 祝大家财新高照 天天都有 涨停板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省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字幕志愿者 杨人 指码 之éri々 你说 woman 22 2 gun